嗨,中国朋友大家好,我是红燕 我是一名亚利桑那州房地产经纪人 我居住和生活在凤凰城都市区的西谷地带 在这里我想帮助大家了解一下亚利桑那州气候 说到美国亚利桑那,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气候 人们都听说这里很热 我来亚利桑那州已有八年多 居住在凤凰城都市区的西谷地带 一年里有三个月特别热 六月、七月和八月 高温年年度能达到华氏120度次 硕氏49度 有些年甚至更高 在这三个月里早上五点时天就全亮了 晚上八点后天才全黑 其他九个月里气候一热 特别是冬天的十一月、十二月和一月 在这九个月里日常日照通常是从早上六点左右到下午七点左右 冬天从不下雪就我的体质感觉最冷时最多穿一件毛衣加一件外套 穿一条单牛仔裤不穿棉鞋 这里气候干燥不潮湿 城市供水供电非常充足 生活用水从不短缺 请看我特别挑选的照片 从每个月人们的穿着上 希望能对大家了解这里的气候有所帮助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